乌山头水库风景区位于台南市官田区,系属农田水利属嘉南管理处所辖,水镇绿道是一条沿流溯源,传承文化的自行车专用道以百年嘉南大镇为主轴,由浊干县及北干县串起,北齐陵内向云林管理处农田水利文物馆,南至官田向嘉南管理处分歧工作站,形成一条台湾最长的自行车专用道。 此次嘉南管理处办理,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大镇之路骑车区活动,安排了大镇之路骑车区活动,让民众与水镇绿道悠闲体验骑车乐趣,及极有导篮老师精辟的解说,让大家更加了解百年大镇风华,人文风采及产业历史。 活动还融入了和过自DIY日本征与古琴演出,期望在活动过程中让民众度过愉快的假期,农业部农田水利署加南管理处副处长黄敬文据此表示。 我今天非常高兴也非常谢谢,我们各位贵宾,能历年来参加我们处里面办理的,我们乌山头风景区的大镇之路的骑车区活动。 在这里非常感谢,这条水镇绿道是我们110年完成的,以远远流产,它是传承文化的一个自行车的专用档,它是以我们八连羽仪祭司完成的百连加南大镇为主轴, 我们卓干线跨越三个县市,从我们云林的卓干线的云林管理处的龙田水利文物馆,一直到我们,现在我们这个分歧工作站,这边总共是88公里,现在是我们台湾目前最长的自行车专用道, 那我们在111年,我们有个优化,就是我们既成的水军绿道,我们有在种一些桥木跟管木,那另外我们在往南衔接到我们的南干支县,跟我们台湾市政府的山海郡,一直串接起来, 这样比较完整提供一处我们很优质,很低碳,很环境优美的绿色通道,那另外, 刚好我们的国家伙优美的刚好我们台湾市逢我们台湾400年,那我们农田水利署的家庭管理处,我们这回来迎接这个重大的节庆,所以我们特地在,我们规划是在4月20到21日, 我们会办我们乌山头风景区大军之路的汽车区活动,这个也帮我们的民众,可以在国家级的水军绿道, 除了来提供我们驾驾车的乐趣以外,那另外,我们也能透过我们汽车佐渡的方式,来使参与的民众, 并且可以了解我们驾驾车对我们农业,台湾农业的贡献。 除了是,不是单单是我们生产的功能之外,我们有很多的农田水利设施,加上大军, 我们也能体验我们整个农田水利设施的其他,包括文化,包括兼具一些生活免学与生态保育的功能。 那另外,在这里给各位报告就是,现在我们处里面也刚好在申办我们, 乌山头水部环境教育设施场名所的认证。 那这个是,因为我们这个外团在4月20日的古板, 那刚好,4月22日,满完世界地球日的前夕, 那我们加南管理署当然很荣幸能邀请到我们MOU的伙伴, 以及我们在地的各位长官,以及我们贵宾媒体记者们, 共同来参与我们此次的活动。 那么透过各位的支持,共同来宣导全民爱护地球,珍惜我们水资源, 那使我们的农田水利文化能向下扎根,来实践我们的ESG。 那迈向地方的永续发展,共荣共好。 那另外,我们的外团,本活动是在4月13日到17日, 我们采网络暴雨的方式,那名额有限。 在这里嘛,欢迎我们全国各位民众,让把握我们的机会, 来踊跃来报名参加,一起来响应我们, 这个比较只有低碳的绿色活动。 那最后再次,谢谢各位贵宾,各位长官, 以及我们各位媒体记者的好朋友, 在百郎之中来参加我们本次的活动, 也敬祝大家身体平安健康,那顺心如意, 也预祝我们本次的活动能圆满成功。 谢谢大家,谢谢。 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长徐振能至此表示。 今天一早来到这个,我们加南大军旁边, 这个分级一站,干嘛满满的活力, 这个感谢我们那个农村署, 这边一起来举办这个, 自行车的旗友的活动。 我想在我们加南大军, 这个与我们北回归线, 这个二十三度半这个地方, 实在是这个乌三斗水库, 整个加南大军贡献得非常大, 整个的这个文化历史过, 在以前的过往的这个贡献, 我想是很值得大家, 利用旗友十五度的这个公里的, 骑车的速度来体验一下, 来透过导图来了解我们这个, 整个加南大军整个灌溉加南平原的这个, 以前的过往的历史, 以及很多人知道, 很多二十三度半, 经过的国家都在沙漠, 就读读台湾真的是一片的, 我们家算是一片的农田, 台湾的粮仓, 这个是等于当初的贡献也非常大, 我想这个, 除了我们骑脚踏车这样很, 很不错的一个运动休闲旅游以外, 能够透过这样子, 来认识我们当地的百年的历史风华, 我想也是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活动, 那也在这里也预告, 我们这个四月二十二一, 同样这两天, 我们一起搭配在我们关铁游客中心, 举办希腊的生活节, 那两天有特别的, 有颗热气球的这个是, 一个细流的活动啊, 也欢迎大家, 能够来这两天来, 一起来这边, 来我们乌山头来观点, 这边来旅游, 那最后我们也, 庆祝我们的整个, 自行车机油的活动能够顺利圆满, 各位家庭心身体健康, 我是如一, 谢谢! 今年恰逢台南四百周年, 除了了解加南大镇, 对于台南地区的重要性外, 亦强调了现金水资源的珍贵, 呼吁大家更能珍惜水资源, 也刚好四月二十二日为世界地球日, 结合上述的种种观点, 提前宣导爱护地球资源永续, 欢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, 在四月二十日及二十一日, 一同来汽车赏景, DIY文化手艺, 欣赏古风艺术, 乘着古雨后的威风, 曼崎在水镇绿道上, 感受大自然的赠礼, 以及先人们的智慧结晶, 详细活动讯息说明, 请至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官网, 或乌山头水库风景区脸书粉丝团, 以上是大北门新闻网报道。